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国度 泰国 在那里除了阳光海滩之外 还有很多你猜不到想明 猜不透的事会在那里发生 怪谈之真太迷漫 猜猜来 泰国人晚客会在公路开车 明明看到前面有事故发生 但是很多人都不会停下车来看清楚 而是继续向前行 有些好心的就用手机打电话报警 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大家所说的冷血冷漠 而是还有很多其他原因 很多恐怕的原因 令到他们不敢停下看清楚 在一个晚上 月亮好像很早就躲起了 只有满天的乌云 两个人下班 他们出席了朋友的宴会 浪柏和他太太碧雅 就开着他们的车在一条公路上奔驰 当时已经是夜深 公路上很少车 平时都很小心谨慎的浪柏 也都一直保持着安全驾驶的速度 虽然前面没什么车 但是他也都不会超过时速七十公里 而相反 他太太碧雅 是一个很心急的人 慢地在那里骂浪泡 哎呀 你干什么呢 你开快电啊 我回家好辛苦啊 你这个人啊 常常都慢吞吞的 地球转快点会死吗 哎呀 你看看 我走路比你快 我都废了我的青春啊 你没什么用的 我交给你这么久啊 你想慢吞吞的 是 碧雅就在那里猛地骂 但是呢 朗柏就好像听惯 她的老婆在那里呜呜呜呜呜的 没有开快到 反而就越开越慢 碧雅见到她老公 只是开到时速五十公里 是 她的心很生气 还猛地叫她开快点开快点 而当阿柏 驾车 去到一个山间转角位的时候 哎呀 在营头一部跑车正要很高速度 冲着过来 而且不知因为什么原因 那部跑车突然间失控 完全越浪 差点就撞到他们两公婆一部车里 是 朗柏好处眼明手快 用尽力地一扭态 兼且即刻踩着刹车 哪怕还记得 之前有一个玩飞车的朋友 曾经教他的刹车秘技 就是不要一下子将刹车踩到底 而是好像打气那样 连续地快踩 这样刹车才是最有效 不知道是因为当时的时速并不是很高 还是因为用了朋友教他这一招的刹车秘技 他部车很快就停下了 幸好晚客车很少 这个时候并没有其他车跟着 如果不是一定会追尾 阿柏心里想 好幸好我开慢一点 没事没事 大波浪过 阿柏将部车急急地撒在路边停车位 两公婆这个时候已经被客人全身冷汗 但是都没到他们回过神 突然间听到后边一声巨响 砰的一声 似乎是那部失控的跑车 撞到山道发出来的 两个人当时惊闻都未定 一时之间都不敢下车去看一下 只是用倒后镜看一下后边的情况 只见后边转弯位 这个时候很大的龙烟飙得起身 情况看起身相当严重 看清楚之后 阿柏这个时候反而镇定了下来 他不知是在那里问他老婆 还是在那里问自己 要不需要叫救护车呢 要不需要叫救护车呢 而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有一个打扮到很严厉的女人 出现了在车外边 一直很大力地拍着阿柏座位的窗 一直在那里叫 救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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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生了交通意外 救命呀 救命呀 我受了伤害 我开车 开车 这个女人的突然出现 将他们两个往下一条 哪怕这个时候 定一定神 立刻就打开车门 下车去看清楚 这个女人身高起码超过六尺 完全是那种超级模特的身材 变了一个很大的爆炸头 烟红色的眼影 红顺烈焰 而嘴角还挂着一个纯环 身上穿着一件白色小背心 身材看得出很好 一件牛仔外套就跌了一半下来 露出一边肩膀 下身穿着一条迷你牛仔短裙 隐隐的弱感 还见到那些红色 大家不要想错旁边 而是因为她的脚球先 可能在意外当中整损了 这个时候在流血 哪怕见到这个女人 忍不住 一声吞了一口口水 很关心地就问 小姐 你是不是整损了 你没事吧 你等我给我看看 我没什么事 我只有一屋冻 我好冻 哪怕见到这个女人 全身上上下下 除了脚挂了一点之外 都没什么外伤 也不见她很痛苦的样子 心想可能她只是受到一些惊吓 即刻就问她 在车里面还有没有其他人 而那个女孩子 指一指出事的方向 就没有说话 还要是否会认识 她是否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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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過了那個死亡彎位 馬上就看到 剛才那部雙人座的跑車 撞到路邊的燈柱上 已經變成了兩堆廢鐵 恐怕是 剛才撞到的車速和衝力太猛 那條電燈柱好像把刀一樣 在車前頭一路撤進車裡 而且稍微向副駕駛的位置傾斜 簡直把整部車好像對半一樣撤開 而當時車身應該是繼續向前衝的 撞到山邊 而那個女人站在車邊 呆呆地站在那裡 沒有任何動作 哎呀 阿柏這個時候心覺得有點不妙 立刻跑到那個女人那裡 那他老婆碧雅 這個時候已經打電話報了警 跟著他老公跑了過來 跑到失事的車裡 這個時候的情景 只見到那部車裡面的司機 整身走氣 也都整身都是血 雙腳完全陷入了車頭裡面 已經沒有了資格 但是不知是生還是死 是 不過看起來 救回都真的浪費醫藥費 而司機旁邊 竟然還有另外一個乘客 而他 上半邊的頭 已經被燈柱撞爆了 在他嘴上的部位 全部都看不清 一片血肉模糊 阿柏這個時候 驚雲未定地轉轉頭 看一看身邊的女生 剛剛想問他 車上邊為何還有兩個人 而他又是怎樣脫險的 但是 他都未聞出聲 只見那個女人 整臉鐵青的顏色 望著車裡面 在那裡自言自語 阿柏聽到他這樣說 嚇著一跳 立刻轉頭 望一望車上邊的女人 竟然發現 那個女人的嘴唇上面 還掛著一個 血的神話 這個時候 阿柏已經趕到他老公身邊 兩個人 眼睜睜地看著 一個穿得很漂亮的女人 在他們眼前邊慢慢消失 那個女人 一路望著他們 一路消失 阿柏即時嚇到當場暈了 而阿柏跌倒在地上邊 大聲哭叫 直到警察來到現場 他才冷靜下來 阿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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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 人在太突然的情況下死了 會連自己都不知道 就好像 有些被人斬首的人 當頭飛來身體的時候 還會看到自己的身體 還未知道自己 原來下一秒即將就會死 而對死者來說 這種可以說是最殘忍的一刻 說又說回來 從此 阿柏開車 阿柏坐在旁邊 都會很緊張地跟她老公說 猜猜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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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柏 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国度 泰国 在那里除了阳光海滩之外 还有很多你猜不到想明 猜不透的事会在那里发生 怪谈之真太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